去年9月 人本基金会揭发南部的特教学校 长期发生校园性骚扰 甚至性侵害案件 而其中还有不少的受害者 后来变成了夹害人 监察院调查之后 也弹劾了16名失职官员和校方人员 但是家长跟学校之间的国陪协调 却一直无法达成协议 家长认为学校诚意不足 决定改走司法途径 按您控告包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和学校教职员总共32个人 废弃职务酿成灾害 似而不见 似而不见 至甚先师孔子 现在却捂住嘴巴耳朵和眼睛 暗奉教育单位至今仍然不愿意 诚恳面对南部某特教学校里 因为性骚扰或性侵害案件 而受害的学生 人本基金会接受受害者的委托 前往台南地检署案灵控告 包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和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在内 共32人 废弃职务酿成灾害和伪造文书 他在这段时间 每次打电话给我就是流下眼泪 非常的痛苦 他觉得为什么当他们 已经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有人本有蛮多的民意代表校站出来 但是到现在为什么 还没有一个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 在弹劾之后 这些人还是继续在当他们的公务员 继续坐顶高官 继续在坐顶高薪 然后最遗憾的是这一年来 我们看不到学校的反省跟检讨 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还一直认为 这是小孩的问题 这是家长的问题 去年9月南部某特教学校传出校园有多起性骚扰性侵害事件 经过调查确认共有92位受害者 90位加害者 监察委员也以害人听闻来形容这些案件 认定教育单位有重大为师 在今年7月弹劾16位官员 不过学生家长认为 校方在国陪协商会议中不肯认错赔偿 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决定诉诸司法 学校表示校园安全有改善 也没有拒绝校外专家协助辅导 而人本则认为 诉诸司法是要让失职的官员负起责任 但是当务之急 是教育部应该尽速组织专业团队进驻 让校园资讯透明化 才能遏止相关案件再度发生 记者都会孟昭全台南报道 玩网络游戏千万要截至 高雄一名48岁的男子 在网咖市连续打了10个小时的电动 最后昏倒在电脑面前 店员叫不醒他 于是赶紧报警 这才发现男子已经不幸猝死 网咖的监视器中上午9点半 刘先生走进来向柜台小姐说要包台10小时 走到长座的位置开始打电动 10小时过后 店员走过去发现刘先生趴在桌上 昏迷不醒赶紧报警 消防队来先把刘先生放在地上进行CPR急救 但已经回天乏术 而实际死因还要等法医相验 过去成名网咖打电动猝死的案例 大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不过医师表示网路沉迷 其实不分年纪 就网路让他不断地去感觉很愉悦 一直愉悦在这儿上游 所以基本上面这种网路沉迷 他其实小到小三 大到年长的人都是可能会罹患的族群 网咖店员说刘先生大约两三天就会来打一次 每次都是连续打10小时 警方调查发现刘先生单身48岁 平常靠打零工为生 医师则说沉迷于电动或网路 是因为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感成就感 觉得在里头很安全很愉悦 就像吸毒一样无法戒断 目前临床医学正考虑将此列为疾病 现在网路发达 目前南韩是全世界网路成瘾最严重的国家 而南韩政府也意识到严重性 已经拨预算成立咨询中心 并设立沉迷机制来应应 记者综合报导 另外在宜兰发生了一起 令人遗憾的人伦悲剧 有一名罹患肝癌莫及的男子 疑是因为担心自己过世之后 久病残障的弟弟会变成父母的负担 于是开枪杀了弟弟之后再自禁 民间团体特别提醒 有类似情况的民众 可以利用各种的求助管道 不要因为沮丧而走上绝路 民阵外拉起层层封锁线 监视人员也在现场来回不停的搜证 宜兰县三星乡 这处民宅周日发生一起凶杀案 一对兄弟被人发现头部中弹 倒在自家车库 地上还留有一把枪支 屋内还有遗书 初步研判是哥哥先杀了弟弟之后再自杀 疑似开枪的45岁灵性死者在农会上班 可能是上周得知自己敌患肝癌的末期 担心连麦父母无力照顾从小就四只残障 无法自理的弟弟才会趁父母不在家做出傻事 事上类似这样长期必须照顾家中中风 瘫痪的失能者家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卫生署从2008年就开始推动传席服务 但民众知道与利用却很少 我相信以地方政府主管来讲 他们一定有去推 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办法得到讯息 是不是要去结合一些地方 像邻里这些比较更基层的组织来做一个宣导 那个是更需要去注意的 另外目前卫生署推出的传席服务方案 虽然分为长期照顾机构或是居家照顾服务 但只限于家中有65岁以上失能者 或50到64岁的伸障者才符合资格 对于其他年龄层的长期照顾者来说 还是无法申请传席服务 记者综合报道